另外看到近年因为气候暖化 让不少东后鸟选择留在台湾 繁衍下一代成为流鸟 而花嘴鸭就是其中之一 每年三四月就是他们的繁殖季 日前有一对花嘴鸭夫妻 在台东的太平西出海口处 一口气是孵出了十一只的小燕鸭 而看到燕鸭妈们一打十一的画面 也让鸟有时直呼 实在是猛度破表 一大群燕鸭宝宝跟着妈妈 在戏中悠悠玩耍 母燕鸭一打十一带宝宝 还要不时注意有没有落单脱队的 等到全员到齐再整队出发 最近在台东太平西出海口处 有一对花嘴鸭夫妻 一口气孵出十一只小燕鸭 燕鸭妈妈一打十一的画面 也让鸟有直呼实在是猛度破表 不过其实他们可是近年才开始定居台湾 气候的变化 它现在有很多花嘴鸭都已经变成流鸟了 台东来讲 北南溪整个河流溪流都很多了 一些湿地像大坡池 资本湿地也都很多 花嘴鸭俗称斑嘴鸭 为燕鸭科的冬季候鸟 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 零到五十公尺的水域及湿地 因为全球气候暖化 台湾变得更适合冬季候鸟生活 才让他们的迁徙习性有所改变 都是在河川啦 不然就有一些湿地啦 适合他们繁殖 然后又避死容易了 不少花嘴鸭选择留在岛上繁衍下一代 成为台湾的新住民 如今也让东部河川和湿地 成为他们的重要基地 记者刘令祥台东报道